这个密密麻麻的黑家伙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减速齿轮 连上电源,第一个齿轮开始旋转 一圈后带第二个齿轮转动 因此类推 那什么时候才能看到最后一圈齿轮转动呢? 2020年,美国天才工程师丹尼尔·德布朗 用100个齿轮设计出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减速装置 这些齿轮通过传动轴固定在一起交错分布 每个齿轮上分别有两个一大一小的齿状结构 原心附近的是小齿轮有10个齿数 最外圈则是大齿轮有100个齿数 相对应的,它的齿轮比为10比1 齿轮比决定了减速比 因此当该装置,通电接上电机后 第一个齿轮转一圈会带动第二个齿轮转十分之一圈 第三个齿轮转一百分之一圈 依次将速度逐渐降低 换句话说,只有第一个齿轮转的足够多 剩下的齿轮才能转得起来 那么在这个装置中 要想使最后一个齿轮转一圈 第一个齿轮要转多少圈呢 根据它的减速比 每一层的传递都是以10为单位 相当于从1到10的100次方减速 第一个齿轮转一圈的时候 最后一个齿轮转十的99次方分之一圈 要想最后一个齿轮转一圈 第一个齿轮就得转动10的100次方圈 那10的100次方具体是个什么概念呢 以目前世界上最快速的电子计算机为例 它每秒可运作10亿次 假设从宇宙大爆炸时 距禁约138亿年前就开始运算 到今天也不过是4.35乘以10的26次方 远不够10的100次方 如果第一个齿轮转动一圈需要一秒钟 那么10的100次方圈就是3乘以10的93次方年 宇宙至今的漫长岁月 在它面前都是小意思 既然从时间上无法看到最后一个齿轮转动 那可不可以直接转动最后一圈 然后带动第一个齿轮旋转呢 先不说有没有这么大动能的机械设备 和齿轮轴能不能经得住巨大的扭矩 即使真的转动了最后一圈 第一圈的速度将会是一个极大的值 甚至远远超过光速 3乘以10的8次方米每秒 可根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光速是宇宙间速度的极限不可超越 因此即使是从理论上来讲 直接转动最后一圈 也是不可能的 再次转动最后一圈 再次转动最后一圈